大家好,这里是咪咪与咪妈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我会好好照顾你 文,玛丽亚,罗瑞塔,吉拉多,图,妮可雷塔,贝特利 翻译,海狗房东 有一颗小小的种子出现了 从前从前有一颗小小的种子 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 觉得自己如此渺小 无依无靠 天空、水和大地 见到它心生怜爱 大地对种子说 别担心,我会照顾你 然后以柔软的土壤包覆它 水对种子说 别担心,我会照顾你 然后以洁净的小水滴浇灌它 天空说 别担心,我会照顾你 然后升起温暖耀眼的太阳 种子觉得很安心 它渐渐长大 变成一棵小幼苗 它继续长大 变成一棵矮树丛 它不断长大 最后变成一棵大树 有美丽的树冠 和花朵盛开的枝干 有一天 鸟儿来到这里 它是一只小黑头鹰 树看出这只鸟觉得无依无靠 便对它说 来我的枝叶间煮槽吧 我会照顾你 黑头鹰在树的枝叶间煮了槽 它在这里备受呵护 觉得很安全 有一天 它吓一颗蛋 它很有耐心的坐在上面 直到蛋壳裂开 孵出一只小鸟 我会照顾你 黑头鹰告诉它 它为它保暖 教它学会飞 学会唱歌 时光流逝 树枝上的花朵落下花瓣 渐渐变成红通通的苹果 一天天过去 苹果不断被人摘下 只剩下一颗海流在树枝上 终于它掉落 泵裂 果肉里的种子四散 风经过将种子吹起 洒落在四周 托付给大地 天空和水 但是有一粒种子 掉落在岩石之间 树看见了 树冠低垂 为即将死去的种子哭泣 别担心 我会照顾它 黑头鹰对树说 它从树枝上的鸟巢 快速飞向岩石 用鸟会温柔的 咸起种子 送交给大地 然后它唱着悠扬的旋律 等待着 直到有一天 它看见一株小小的幼苗 冒出嫩芽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故事 我会好好照顾你 故事说完咯 拜拜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咪咪与咪妈的不可探险 欢迎订阅 按赞并开启小铃铛